素有啦啦女唱的歌手徐佳瑩 8月16日未即将举行歌唱进行彩排 啦啦演唱探险活宝主题曲 招来最近爆红的卡通公仔 一起同台跳舞 此外演唱会上好姐妹郭彩杰和志心佩 也会作为特邀嘉宾主阵 三人还组成阿拉鸟女子团体 打算以失恋阵线联盟当作出道曲 现场三人载歌载舞 虽然舞姿有些稀稀落落 但效果十足 其实我们昨天才练 加上舞步 然后就是可能 有一点点手忙脚乱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 对这是风格风格 相当不要脸 现场我们不能发现 许佳一个体型仍旧没有恢复到早前的状态 曾被记者挖苦的她当天再次被记者暗讽 身旁的两位好姐妹见状 立即站出来解围 那三个人里面谁会去最疯癫 你就不记性相 当然是她 哪位 是中间这个啊 不然大家觉得是谁 我觉得其实还好 还好还好 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对但是 尺很快 一把尺 对 没有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反应都很快 就常常我们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是有时候可能我看到的时候就有点接不上话 所以我是比较呈现一个观众的状态 因为她有时候她真的太多那个奇思妙想 就是说徐佳莹 对 其实徐佳莹早就尝试过瘦身 只是贪子她加上异胖体质导致最后一失败收场 不过现在这样宛如胖嘟嘟的小公主 控制拉拉走的是创作歌手的路线 所以大可不必为身材烦恼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